一年多前 美国打着民主的旗号举办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 公然以意识形态划线 在世界上制造分裂 成为亵渎和践踏民主精神的一场闹举 充分暴露了美国假民主争霸权的实质 遭到许多国家的批评和反对 美国一些人自诩为民主灯塔 但美国内的民主究竟橙色几何 应该听听美国人民怎么说 也应该听听世界人民怎么说 根据德国达里亚公司与全球民主联盟共同发布的报告 只有不到50%的美国民众认为 美国是民主的 全球有43%的受访者认为 本国的民主受到美国的威胁 美国的民主连美国人民都取信不了 又有什么资格对别国的民主指手画脚 面对自身与日俱增的民主赤字 美国不仅没有进行反思和改进 反而变本加厉在世界上强行兜售美式民主 借推广民主之名干涉他国内政 甚至不惜挑动战争 美国在拉美推行新门罗主义 在欧亚煽动颜色革命 在西亚北非策动阿拉伯之春 给多国带来持续不断的社会混乱 和民不聊生的人权灾难 这样的美式民主反面教材比比皆是 事实一再证明 美国导演的所谓民主大片 从来不是世界的福音 而是动荡的后根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